在五国小毕业班的工艺特展 圆梦艺展 4月9号正式在原住民文化会馆展出 所有雕刻和刺绣作品 都是学生亲手制作 一年多的时间 循着祖先的文样 从学习到成品 就是希望这些好的作品 可以让他们完成前往日本的心愿 就在奈良县天理大学的博物馆里 听到服务的作品在那里 我们非常非常想要去探望他 我也想要穿着自己做的文样衣服 背着自己做的文样包包 向日本分享排外美丽的文样 我发现我不是领导者了 孩子不需要我的带领了 他们也不需要我的陪伴与灵明了 我是一个欣赏者 他们可以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骄傲的 自信的 大声地介绍自己的文化 班导师看见学生一路上的转变 有感而发 他们从完全的新手到叹为观止的作品 不只找回了自信 更有追梦的勇气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 我们一直希望每一个孩子在这一年里面给自己一个目标 大的目标也好 小的目标也好 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要知道你每天你学习的方向是什么 你学习的目标在哪里 学生的每一针 每一刀都留下追梦的痕迹 也是他们学习路程上的古实 他们的麦哲伦计划现在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的日本之行 希望他们也能如愿实现 原始新闻巴朗 屏隆市 长播到